这个经没有讲,大乘起书告诉我们的二种熏悉。 经常在这个法的当中熏悉,经常跟大家一起学这个法。 那渐渐就入了,孟子说的, 近朱者此,近末者黑。 你乃着黑的了,乃着末的,你自研就黑了。 也是这样子,见什么,学什么。 有一种是本性剧,一种熏悉修,外边熏悉你的修。 所以,心跟境界是这样来讲的。 因此,一切法从心说起的, 那他要给心做相,一切法给心做相。 一切相又揭示心。 心跟住法,和和的。 因为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 叫做共生,共生共灭。 一切法,生,一切法的境界相。 它是心所缘的啊。 心缘一切法。 原本无心。 因心而起的呢,它是缘的。 这缘什么呢? 它不是缘一切境界相啊? 心本来没省。 缘静有,心本无省,缘静有。 因为缘一切外边境界相, 那心就缘境界相出来了。 因静现心。 缘无自信。 缘无自信。 从什么起的? 缘无自信从心起的。 那从心起, 还归于心。 所以, 学佛的人对于学缘教义, 看着佛教所说的言语, 佛教导我们的缘语, 全是缘的。 你想在哪儿找个能格找不到的, 全是缘的。 哪个是头啊? 哪个是尾巴啊? 没有, 圆的。 这个要大家思考啊, 不是从文字上, 从语言上, 听来的不像。 就心能气弱。 咱们看起来就万方。 咱们到百货商店, 你到这个, 台北市里头看着, 你的心随时种种样子, 百货商店也好, 菜市啊, 藏水, 菜书也好, 你心的好样子, 那些都是心生的。 所以, 随心所愿。 因此说, 心生种种发生, 心灭种种发灭。 但是这个心的念念相续, 永远不停。 能够注释助法, 能够注释助法, 注释助法。 给注法注释时会儿, 展示为由。 这一段经文是告诉你, 从心所起的, 一切诸法, 那就心里的相分。 自己心所起的相分。 他, 一切法, 给心做相。 心的无相啊, 不是什么又腔子里的又团心啊, 那个心不是的, 那心是假的, 它是坏的。 等你又体消亡了, 你那个心也随着消亡了。 这是真心的, 真心的。 这不随相分。 随着相分所起的, 给那个心来做相。 心怎么想呢? 从相来先心。 就是, 这个圆比较是圆一点。 相分啊, 那心跟见分呢, 又合二为一了。 就是, 心所圆圆。 在佛教的名词上, 这个心所圆圆。 就是, 心, 跟你见, 跟你这个, 相分。 合成为一, 合合而有一些相。 心于井合, 井能献心, 心即是井。 心生过, 种种法生, 心灭过你, 种种法灭, 与一切法一相共生共灭。 这是随缘意啊。 这是随缘意啊。 不要去分辨, 心跟井, 它有个什么边界啊, 有什么界限呢? 没有, 没有边界的。 是共生共灭的。 是共生共灭的。 然后, 一切经济像, 随心所缘。 所以才说, 心灭过后, 种种法灭。 心都灭了, 心所缘, 当然灭了。 所以说, 心生, 种种法生, 心灭, 种种法灭。 这两个人, 念念相续, 才能住持一些住法。 万法忧心生啊, 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这个有, 展示为有。 万法忧心生, 生起之后, 展示为有, 它还要灭的了。 万法忠心生, 万法忧心灭啊。 心灭过种种法面。 若是我所说的心意啊, 有没有形象? 有没有能表达? 有。 有二种象。 心本无象。 怎么样表达这个心呢? 用象来表达。 就是怎么样相信这个道理呢? 由二种象来表达。 有二种象。 何者为二。 一者心内向, 二者心外向。 心有内向外向。 。 那大乘起床来讲, 这个心, 真如心。 它分二门。 一个心真如门, 一个心生灭门, 一心分二门。 那这个, 太常文普徒 what devrait f____, 在迄...? 三ка散。 叶宝经上讲啊, 是分内心向外心向。 treat 就是内心相,外心相,也分两种,内心相就是不生命,外心相就是生命。 那这样说不,好像心呢,在外,在内,要这样想就错误了。 内相是非内相,心不在内,外相也非外相,心不在外。 非内非外,也非中间,所以,为了顾了一切众生的执着,说地藏佛萨马上就跟你解释了, 就解释了,什么叫身内相,什么叫心外相,一个一个的解释。 心内相,也分两种。 原和为二呢,一叫真,二者旺,什么叫心内相啊? 有心内的真相,心内的旺相。 一个心,一个心锁,一只心的离体,而起的,这在名词就叫实相, 就是咱们前半部所讲的意识境界。 这个真,这个真,偏于内外,偏于心真如,也偏于心生面。 心生面也是心,心真如也是心,心内也是心,心外也是心, 他的气的作用不同,作用不同。 那什么叫真,什么叫妄,所愿真者,就解释了, 对藏佛萨自己标题,自己解释。 心体的本相,心体的本相,若若不易,这一相,心的本相, 无相,无相的相,若若是不动的意思,不变的意思,不易,若,若,若跟若是不易的, 心体的相是不易的,是清净的,是圆满的,是没有仗奈的,无仗无奈的。 要想见啊,见不到的,只用意里来理解,威胁难见。 这个心体呢,骗一切冲。 他不坏,不变,不易,不一,不二,说一不可以,一不是就是两个了,说两个也不可以。 不坏不变,常生入世,能生一切法,一切法所以。 能够生一切法,一切法都依这个心体的本相,一切法所以。 什么相呢? 离心缘相,用心缘,缘念不到的。 离心缘,念不到的。 离心缘,离意念,究竟它是什么样子? 虚空什么样子? 这个相,这个相叫什么样子? 所以,灯虚空间啊,跟虚空间一样的。 常住的,不坏的,不变的,不灭的。 因为它能生起一些法。 一切法从此生, 这叫心生过种种法生。 一切法从此灭,心灭过种种法灭。 这叫心生灭。 心真如,无话可说。 真如是无言语, 离言语相, 离言锁相, 离业相, 离企业相, 离苦相, 什么都没有。 心真如。 真是不动, 如如不动。 但是, 怎么样表达呢? 那就心生灭。 都是一个心, 一个心真如, 一个心真如, 用心生灭来表达心真如。 心真如。 因为在, 地藏王菩萨说的时候, 很简单, 就是一部大乘起心论啊。 马灵菩萨照起心论就是, 一心二门三大, 就是一个心, 心之如门, 心生末门, 铁下肉。 地藏王菩萨就, 料啊, 地藏菩萨讲的就是, 心的本, 心体的本相, 就是, 体, 下肉。 我正讲这个, 战叉经跟地藏经, 都是大华原经一部分啊, 大方光, 华原经, 华原经是体会, 大是心体, 光是心相, 方是心相, 光是心肉, 大方光就是字体相肉, 佛的字体相肉。 我那说佛, 怎么能表现佛, 大方光, 佛的体相肉。 所以, 这个地方讲的, 跟华原经的意义, 是一样一样的, 同等的。 什么是真, 心的本相, 这每人都有, 都具足的。